这才是把观众当衣食服务 注意看此时的岳云鹏 还没来得及换大褂就跑上台旧场 起因是因为刘晓婷和搭档演出时 有看台一侧的观众表示 根本听不清声音 按理说观众已经买完票 就不允许再换座位了 但岳云鹏却把节目推迟了半个小时 留出足够的时间 让大家找合适的位置 继续听相声 出现舞台事故 本该是主办方的问题 但有些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观众 故意挑事要求退票 无奈的岳云鹏只能出面解决 瞧瞧小月月这求生欲 看得出来 他是真担心上热搜 紧张的嘴都飘了 相声专场不比平常小剧场 即便岳云鹏当晚是主角 但为了不再出差错 他还特意去四面八方的观众席 感受了一下 把观众当衣食父母这句话 谁都会说 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 岳云鹏对观众好 大家也没把他当外人 别人家演员在台上演出 收到的不是粉丝送的礼物 就是各种鲜花 结果到了小月月这 画风就变了 幸亏岳云鹏学历不高 也没有太丰富的国外生活经历 一旁的胖师叔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都说愿意花钱去德云社听相声的 十有八九是很的 比这更离谱的是 岳云鹏竟碰上了他的债主 果然什么样的偶像 有什么样的粉丝 没想到小月月有一天 也会被拿捏 岳云鹏唱歌能有多好玩 你见哪家明星唱歌还需要导航 大家还记得我跟李健唱过那个女儿情 知道吗 说什么这三个字是李健唱的 王全富贵是我唱的 大家记得吗 说什么 我进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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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小月月还特别自信 要不是越唱越离谱 人家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呀心的呀心的不能告诉你 他是不是见错拍了 完全不在拍张 完全不在 错了错了错了 难怪李健老师不敢把舞台交给他一个人 这要是一旦放飞自我 谁也拉不回来 别看他经常找不到调 其实合作过的大咖还真不少 不得不佩服越云鹏的心理素质 台下都乱成一锅粥了 他还能继续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只能说薛之谦也真够倒霉的 总能见证小月月的高光时刻 本以为单独给越云鹏开小灶 就能多少给他挽回点面子 结果月月歌声一起 下一秒就打脸 薛吓得那么深 吓得那么认真 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 听鼓大哥 总在舞台上丢人 岳云鹏就不要面子嘛 后来在人多的时候唱歌 他会提前录好音 本以为万事俱备 可月月还是高估了自己 不愧是郭德纲教出来的徒弟 果然在唱歌方面没什么天赋 流行歌不会唱 小曲小调该是强项了吧 不料关键时刻照样掉链子 好调了好调了等会儿 重来重来 杭州 不对 不对 杭州 来 杭州 对 我下来 美景盖世 没没没景 没景 回 唱 万万没想到 岳云鹏有一天会被师弟检查作业 其实他也不是没想过改变 薛之谦看不下去给月月当老师 把自己的爵士密集都传给他了 起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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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 来 你确定没想到 你确定没想到转弯 六个 其实是有用的 我是一个每次录音之前必须要奔跑做伏传让自己热起来 热起来我的喉咙状态和不热是完全两个人 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 按理说 岳云鹏在唱歌方面应该问题不大 可他一开口又破音 看来岳云鹏注定无法靠唱歌赚钱 他还是安心 说好相声吧 因为三百块钱 郭德纲开口就叫娘 熟悉老郭的都知道 他一向对人不留情面 可这位老前辈上台后 老郭就紧紧拉着对方的手 还一口一个娘叫着 后来主持人一问才知道原因 当年要不是郭德纲遇到了新燕花老师 他的唱戏之路可能还会更坎坷 俩人从八十年代末就在一起合作 私下的关系也轻如母子 就跟娘俩是一样 我们这一后的也是娘娘来了 就跟亲娘俩是 就是亲娘俩 要知道那个年代哪怕是主流演员 一个月也未必能赚到三百块 所以当年前辈的一句沉默 让郭德纲记了一辈子 你真的可以永远相信 郭德纲的为人 在郭德纲最落魄的时候 是靖金莱老先生 劝他一定要离开天津 这才有了现在的德云社 所以后来靖老爷子在弥留之际 恳请老郭收了他的孙子 郭老师没有一丝犹豫就答应 要说郭德纲这大半辈子 最执着的事情 除了说相声 恐怕就是报恩了 当年在他被舆论骂得抬不起头时 赵本山愿意跟他站一头 只是打了一个电话 这份情谊就让老郭牢记在心 后来德云社逐渐壮大 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 也开到了北京 就在外界拱火 说赵本山这是在跟老郭对着干时 他却在开业当天 亲自给老大哥站台 除此之外还有侯振 因为他是侯家的传人 哪怕是他性格懒散 没有多大的志向 郭德纲也愿意 把他留在德云社 这也难怪德云社的徒弟们 留下的比退社多